末世降临 体校瞬间变成丧失基地 作为难寝的宿管阿姨 我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莫荒 统治丧失联盟 创建快乐基地 都给我操练起来 腹肌不能丢 哎呦这个味儿啊 赶紧给我打扫卫生 这谁的腐肉掉了 别以为变丧失了 就可以偷懒 516宿舍扣两分 再这样我可要写小黑板通报了 我拿着查寝册子登记着 嫌弃地把地上的腐肉踢开 这几天 宿舍里倒是没有人违规使用电器了 不过垃圾桶里总是满满的 什么腐肉啊 血痂啊 没个干净的时候 没办法 这群丧失大学生 新陈代谢推快了 作为一位尽职尽责的宿管阿姨 我必然要做好监督工作 管她是丧失还是人 都得给我把卫生搞好 瞧瞧 这才变丧失几天啊 腹肌就浅了 我嘖嘖两声 顺手扯下自己的套袖 塞到一位同学手里 去 给姨把这套袖搓干净 你这腹肌全当搓一板了 我没理会她瞪着血红的眼睛 呜呜地向我表达不满的样子 转头又从床上拎起来另一位同学 你是张同学吧 这小脸烂的 已经都快认不出来了 嗯 啊 张同学费劲地张开了嘴 发出一些听不懂的音节 别啊了 你不是田径运动员吗 姨的茶叶喝没了 你去外面搞两斤回来 就当练场跑了 我依然没有给张同学拒绝的机会 收起茶饧册子 大摇大摆走了 这群体育生啊 各个天赋一柄 可不能荒废了 当然了 咱也不白使唤她们 回头还得给她们搞点零分熟的牛排 补补身体 谁叫我是她们人见仁爱的杨妈妈呢 别误会 我这杨妈妈是这儿八经的杨妈妈 我姓杨是这所体校男生宿舍的宿管阿姨 手下统领着整整五层楼的一米八们 她们都喊我杨妈妈 毕竟我慈爱宽容体贴和善 平时最爱看她们的腹肌人一线 呃 看看而已 绝无亵渎之心 可惜 末世降临 我的好蛋们都变成丧尸了 扭曲可步 腹肌上也有了腹肉和尸斑 明明三天前 她们还不是这样的 那是个中末 宿舍楼有一半的好道出去约会了 剩下一半单身狗们都在召唤石峡谷全军出击 我到点关了楼门 在值班室里刷抖音 没过多久 某宿舍的小伙子们回来了 阿姨 帮我们开门 我换了个姿势 继续刷抖音 嗨 杨大美女外面的声音提高了两分 我憋笑 想逗逗她们 还是没动 我的好妈妈 儿子回家了 张同学捏着嗓子唱起来 声音像灌了唐精 哭得我终于起了事 刚开门 就发现状况有点不对 许同学满脸通红 眼白泛青 整个人半靠在摄友身上 他身上似乎有伤 衣服上血迹斑驳 扶着他的摄友们 手上脸上也都少皮眉毛的 这是咋啦 我伸手摸一把他的额头 这头上能煎鸡蛋了 我让他们扶着摄友进来 转身去找药箱 许辉跟人打架 我们去帮他 搞成这样的 还是杨妈妈好 杨妈妈最疼我们了 就是就是 医务室都关门了 导员关机了 只有杨妈妈关心我们 几个小伙子 你一言我一语 疼得我有些飘飘然 这些体育生啊 天天使不完的精力 跟斗鸡似的 我找出退烧药 又赶紧扯个杯子倒了水 顺便抿了一口尝尝温度 许同学忽然出声 嗓音就像背下了毒的安令容 你这嗓子 你是不是想喊宝娟 我正开着玩笑 却猛地看到许同学的脸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轻了 不对劲啊 这不对劲 我忽然想起 刚才在抖音刷到有关丧尸病毒的传言 我心里咯噔一下 没等我反应过来 眼前这几个大小伙子都出现了异常 是的 他们都变成丧尸了 跟电影里演的一个模样 我手里还攥着布洛芬 不过似乎用不到了 一定要用的话 他说我自己要多吃几片 免得被他们啃的时候太疼 看着他们逐渐变得扭曲的面孔 我哆嗦起来 我才四十多 还没退休呢 我不想死 本以为来体校当宿管 能轻轻松松数着附近拿工资 没想到这居然是个高危职业 值班式的门 被这四个一米八堵得严严实实 至于窗户 外面全是仙人掌 那是我为了防贼中的 没想到把自己给防了 天命难为啊 难道我杨女士 今天真要交代在这里 我重重地咽了口唾沫 默默计算自己以一打四的可能性 嗯 基本为零 我能怎么办呢 跳起来打他们的膝盖 还是巧用道具 拿钥匙捅他们肚起眼 算了 还是别挣扎了 人一陷下死 做鬼也风流 乙也算不白活一回 等我也变成丧尸 不就可以继续摸鱼了吗 我很下心 摆出大义凛然的架势 仰起脖子 露出了颈动脉 让丧尸来得更猛烈些吧 不过 率先成为丧尸的许同学 好像还没适应自己的新身份 他缓慢地伸手 来拿我手里的退烧药 我一紧张 下意识地死死攥住了 张同学斜着身子撞了过来 一下把许同学顶到旁边去 紧接着 这几只丧尸 都开始互相扑撞 推丧起来了 这一护撞 五分钟了还没结束 像一群发怒的大猩猩 看起来凶猛又愚蠢 这几只丧尸 看起来好像跟电影里 不太一样啊 他们不应该立刻跳起来 把我这个新鲜活人 撕扯啃掉吗 哦 是新鲜活仪 你们 撞够了吗 我试探着开口 四只愚蠢的大猩猩停了下来 目光空洞地看向我 看起来好像没有伤害我的意思 这是宿管阿姨 对学生们骨子里的压制吧 我胆子大了起来 咋变丧尸了呢 是不烧烤吃多了 我就跟你们说少吃那玩意儿 不一定是傻肉做的 八成你们吃丧尸肉了吧 他们呜呜地说着什么 我也听不懂 我也没法问 不过 这几只丧尸 绝不能放进宿舍楼了 否则整栋楼就成丧尸窝了 我赶紧掏出手机想报警 可信号格却一片空白 网络通讯断了 四只丧尸 已经跌跌撞撞地走出值班室 往楼上爬去 我赶紧抓起锁和钥匙跟上去 还好 他们似乎保留着以往的行为习惯 静止进了宿舍 我说他们怎么宿舍 天天一股子臭味 原来都不洗脚 我把他们宿舍的门 用铁链撕撕拴住 千万别跑出来 你们在里面继续撞吧 这一晚上 我没敢合眼 竖着耳朵听楼上的动静 很遗憾 我的铁链子好像作用不大 楼道里不时响起嘶哑的低吼声 混着惊恐的尖叫 据说变成丧尸以后 力气是人类的十几倍 看来是他们强行破门而出了 老师说狗富贵 勿相忘 他们是狗丧尸 互相撞 不只是宿舍楼里 就连外面也是一片混乱 我无能为力 只能关着灯 拉上窗帘 自求多福 宿舍楼的玻璃门被大力撞击着 窗户外面的仙人掌地里 也见过想起嘶哑的闷哼 听着这些动静 我又害怕 又担忧 他们都是正直青春的孩子们啊 我的心狠狠揪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我强忍着恐惧 小心翼翼地走出值班室 楼道里弥漫着一股血腥气 宿舍里似乎都很嘈杂 我随便推开了一扇门 两位同学一个抡着扫帚 一个举着拖把 正在比武 一个眼珠全都变成了白色 一个眼珠全都变成了黑色 好家伙 黑白双煞重出江湖 依然是那样凶猛而愚蠢的对抗 看到我出现 他们赶紧拿好工具 一个扫地 一个拖地 装模作样 一派和谐 虽然地上好像沾了些血污什么的 半天也没脱干净 看来 孩子们对我的敬畏依然存在 为了验证这件事 我壮着胆子 像往常一样寻便宿舍 越寻越大胆 越寻越威风 一开始做贼似的猫着腰驼着背 手里攥着安全锤 最后已经挺直腰板大摇大摆 仿佛做了丧尸头子 看来 我的好大们 确实很孝顺啊 就算是变成了丧尸 你还记得 我是他们的好妈妈 这我还怕什么 人也不用被啃 活也不用干了 我就躺平看负既得了 我悠哉悠哉地回了值班室 给自己泡了杯茶 顺手在小黑板上 通班了几个 卫生不合格的宿舍 这群丧尸大学生 真不叫人省心啊 这才一夜 就搞得宿舍里乱七八糟 看来还得我出手 教导他们 做新世纪高素质 文明丧尸 大学生文明礼仪要牢记 至于以后 坐等政府救援吧 反正党和国家 不会坐视不管的 不过 在祖国母亲出手之前 我得把自己的吃饭问题 给解决了 我决定去学校食堂看一眼 就算食堂大姐们 都被啃了变成丧尸 那食材总还有不少 自己动手风衣足食 也是可以的 不过 偌大的校园里 丧尸穿梭 哀嚎不断 作为宿管阿姨 我也就振振 自己楼里的孩子们 别的院系不怕我呀 我看看值班室里 仅存的半斤瓜子 两包化煤 还有一丢丢茶叶渣 以及我的精神食粮 真缓转 不行 除非祖国母亲 明天就能救我出去 否则我将饿死 食堂是务必要去的 我拎起安全锤 在宿舍楼里 挑了八个练举重的体育生 在他们的陪同下 踏出了宿舍楼大门 都给我找准位置 给一按八台大轿的走位来 看到别系的丧尸 就给我撞他 勇敢丧尸 保护姨姨 讲真 我这辈子还没体会过这种气势 这几个孩子 真不是吃素的 虽然看起来动作笨笨的 但是 遇到外来丧尸入侵 是一点都不手软 真不枉 我以前常给他们 讨寝打掩护 这是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呀 我就这么到了食堂 甚至有点没体验够 果然 食堂里没了饭箱 负责做饭的大哥大姐们 都不见了 也不知道是变丧尸了 还是想办法逃了 好在这里食材丰富 我就是被困一两个月 也不怕挨饿了 我当即走到厨房 给自己整了俩菜 菜刚出锅 有人比我先伸出了大勺 我掐着腰扭头 谁呀 胆子这么大 敢抢我的菜 啊 巴 一个满脸清黑的大姐 腾出了一只眼球 正动作呆滞的用大勺摇起菜 一边念念有词 一边抖着勺子 勺子里的菜 被她颠掉了一半 这熟悉而又欠扁的动作 这不是负责打菜的大姐吗 职业素养 刻入骨髓 就算成了丧尸 也还记得扮演帕金森 我身边的丧尸保镖上前 狠狠撞开了打菜大姐 然后粗着嗓子吼着 像是在骂骂咧咧 估计孩子公报丝绸呢 看来以前打菜没少被抖 大姐手里的勺子当的掉在地上 她空着手 还在一下一下地 做出抖落饭菜的动作 我坐下来开始吃 顺手取了个小勺子 咬了一勺菜 来 尝尝姨的手艺 我把菜喂到身边的丧尸嘴里 呦 这倒霉孩子 快把胆汁给吐出来了 现在这孩子呀 太挑食 我摇摇头 变成丧尸 更不让人省心了 真是的 这要是以前 他们还没这个口福呢 听说丧尸们是需要不断啃人喝血的 刚刚穿过校园的时候 已经看到很多外来丧尸闯进来了 看来丧尸们都很喜欢肌肉劲道的体育生们 我的吃饭问题解决了 我的好蛋们还饿着肚子呢 总不能让他们去教学楼里搜同学啃吧 就算是其他练戏也不行啊 手心手背都是肉 不是我手上的 那也不成 这不是相间喝太急了吗 我正苦苦思索着 该让他们吃点什么 能保证他们不会被恶傻 也不至于把胆汁吐出来 呜呜 身旁的丧尸们突然亢奋起来 我的八个保镖披下我 冲到了食堂西边 一阵血腥气扑面而来 甚至压过了我的饭菜箱 从那些僵硬扭曲的身影空隙里 我看到一个被围攻撕扯的人 或许那已经不能被称作人了 从身上那套几乎被撕碎的工装看来 估计是个外卖小哥 他满身满脸的伤口 被撕裂的 被咬破的 短短几秒钟 他已经变成了一堆零件 而我的好蛋们 被血腥味刺激着丧尸本能 也纷纷扑上去撕扯 看着他们争食那条露出白骨的胳膊 我胃里一阵翻腾 哦 风水轮流转 这下轮到我吐出了胆汁 偏这群傻丧尸们 还举着胳膊 往我这凑 像是在炫耀什么 我又害怕 又生气 抬手就给了 嘴里的最大的正同学 一个大笔斗 能耐了呀 敢吃人了 上次让你帮医杀个鸡 你下了三天没敢 跟我说话 好歹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就这么报答国家的 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我一通演讲 训得傻儿子们一愣一愣的 但抵不住鲜血的诱惑 他们嘴里滴滴答答 留下一串哈喇子 我忍着恐惧和恶心 匹手夺过他们手里血肉模糊的食物 放在一个空盘里 然后抓起菜刀 咔咔切了一把香菜丢进去 这下好了 这群丧尸相继闭上了嘴巴 甚至脸色更轻了 看起来像是某次我去查寝 发现他们在宿舍偷偷煮螺丝粉的表情 这群小兔崽子们 我闭着眼都能说出他们的饮食喜好 一把香菜能解决的问题 已是不屑动手的 不就是想啃点生肉 喝点鲜血吗 人类用了那么多年 爬到食物链顶端 可不是为了互啃的 我收拾了一些 能在值班室烹饪的肉菜带走 后山上有一片桃园 桃园旁是个养鸡场 听说看园子那老头是校长的亲戚 以前有学生去偷鸡 被他逮住 愣是全校通报 差点给开回家 也不知道老头便丧失了没 就他那养鸡场 够养活我整栋楼的丧尸儿子们了 我准备先来探探路 不过 这路探得不怎么顺利 虽然没有碰到丧尸 可一路关卡重重 又是落石 又是干水 最后干脆飞出来一群大攻击 对我们发起了总攻 即便我有八只丧尸保护 抵达桃园时 也是满身泥污 一头鸡屎了 要不是我们手脚快 老头怕是要丢火把 自古高地一手难攻 古人成不起我 死老头 看来是没被啃 丧尸可没这个脑子 果然是个难缠的老货 看来不可强攻 需要智取 我尽量胆掉头上的鸡屎 用衣袖狠狠擦了擦脸 大哥 你在吗 我捏着嗓子 尖尖细细地喊起来 不就是夹子音吗 你也会 身旁的丧尸们 都快把眼珠子瞪出来了 我示意他们淡定靠后 老头从屋后绕出来 手里好像还拎着一根沙威棒 什么人 大哥 你不记得我了 我是小杨啊 你应该看过照片的 大哥 你还好吧 我笑应得上去 顺手把肉菜放在院子里 外头都是丧尸 我怕你自个儿在山上没吃的 就给你送哪来 老头脸上的戒备变成猛逼 他瞪大了眼睛 往前凑着瞧我 我故作羞涩地剥剥头发 微微偏过脸 大哥别这么看我 一把年纪了 怪不好意思的 老头更猛逼了 欲言又止 你不会忘我了吧 上次有人给我介绍你 说你没老伴 一个人怪孤单的 本来我跟没人说 过两天正式见面的 不成想丧尸爆发了 我坐在木凳子上 一个秋波送过去 小样 这还拿不下你 我可听说这老头 到处逃老婆呢 像咱这么高质量的 他怕是没碰上过 毕竟 我虽然已经四五十岁了 但不婚不育保平安 再加上天天蹲男生 宿舍门口看副鸡 被荷尔蒙滋润的 宛如一枝花 果然 聊了没十分钟 老头已经没开眼笑 彻底卸下防线 不但答应 我把养鸡场的鸡 贡献给我的丧尸大学生们 还咔嚓一下 把沙威棒砍断 刷刷削了皮 掰了一剪给我 是的 那其实是跟甘蔗 林告别前 又宰了两只鸡塞给我 要我不补身体 我当即回了宿舍楼 一声哨响 把所有的丧尸好蛋们 喊了出来 嗨 其实也只有原先的一半了 也不知道 周末出去浪的那批娃咋样了 怕是凶多吉少 看来 宅有宅的好处 力政 绍兮 前排暴数 呜呜 好了不用暴了 以自己数数吧 全体都有 向左转 目标后山养鸡场 跑不走 老头确实行动力强 上山路上的各种障碍机关 都不见了 养鸡场里生机勃勃 老头甚至砍了桃枝烧火 非要给我烤鸡吃吃 我原本还在担心 丧尸们会不会不适应鸡血 没想到 丧尸过处 只看到满天乱飞的鸡毛 老头心疼的嘴角直抽 翅膀烤糊了 也不知道翻面 差不多就行 别都咬死了 走了走了 明天再来 我看他们嘴角沾着血 连眼球都充斥着红色 知道差不多了 明天 还来呀 老头的脸比丧尸还黑 大哥 鸡没了可以再养 他们啃鸡 总比啃鸟好吧 我拍拍老头的肩膀 顺手拿起烤鸡吃 带着大部队扬长而去 血足肉饱的丧尸们 看起来情绪不错 近视眼的张同学 把快掉出来的眼球猛塞回去 大不留心往前走 有点洁癖的刘同学 正在擦嘴角的血 用力过猛 搓掉了一块皮 最爱睡懒觉的许同学 张嘴打哈欠 露出血红的牙银 咔一声 下巴掉了 酷爱音乐的赵同学 呜呜呜地唱着 因为过于难听 被旁边的同学撞出了队伍 又开始了 愚蠢的大猩猩们 不知道为啥 这群没脑子的丧尸大学生们 就喜欢撞来撞去的 我得想个法子 消耗一下他们的精力 我捏了捏有点疼的眉心 猛地吹响了哨子 孩儿们 操练起来 鸡血也喝了 这下有劲了吧 继续训练 变成丧尸也要自律得快 跑起来 锻炼身体 保卫腹肌 我坐在操场边上 看着东倒西歪的丧尸们 默默地啃鸡翅 怪不得都说 打鸡血打鸡血 看来这鸡血确实有用啊 我严重怀疑 红牛饮料里 其实添加了鸡血 丧尸们绕着操场 缓慢又艰难地挪动着 勉强算做跑步 还有几个贴心地 留在我身旁保护我 眼前这场景 真是诡异又和谐 赛道上不时掉落一些 血家腹肉 他们神态各异 一个比一个丑 但一米八的身高 还是撑起些许气场 这是丧尸联盟吧 全军出击 校长要是知道这个时候了 我还在鼓励孩子们训练 回头得给我涨工资 我看着某位同学 掀起衣服露出胸肌 脸上浮现出猪八戒般的吃笑 钱不钱的不重要 一干这行 主要是爱好 不过 也不是每一位同学 都能跟我和睦相处 徐大龙就是个例外 这个名字听起来虽然很土 但架不住他玩的话 平均一周换一次女朋友 无缝衔接都是基本操作 脚踩两条船也是常有的事 我很是看不惯 一点纯情大学生的样子都没有 上次大半夜的 来敲我值班室的门 非要出去 说什么女朋友病了 她得去照顾 好话说了一箩筐 我也没同意 不是我不体谅 关键这会嘴里面一句实话 我问她女朋友是哪个 她支支吾吾半天才说出一个名字 她叫宋薇 林孝的 估计是怕我追问 以为说林孝我就没辙了 我呸 当天晚上寝室关门前 我还看到 她抱着隔壁女宿舍楼的妹子 肯来肯去的 我果断关了灯睡觉 徐大龙见没戏 妈妈咧咧的走了 这宿舍楼我守了三年 哪里有漏洞 我比老鼠还清楚 她落地的那一瞬间 我手机的闪光灯咔嚓一声 后来 她午夜为爱出逃的阴姿 被我打印出来 贴在了公事栏上 扣不扣分是次要的 关键她的小女朋友 发现自己被绿了 从此 徐大龙名声在外 画的饼在也没有姑娘肯吃了 每次路过值班室 她的眼珠子都快翻出来了 我茶杯里的石头 抽屉里的蜈蚣 都是她的几座 很幼稚 这种东西都是以小学生玩的 后来我茶寝的时候 给她被窝里 回敬了一只玩具耗子 听说她差点被吓掉了魂 也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啊 这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我为啥忽然说起她呢 因为她正从不远处 瞪着血红的眼冲我走来 徐大龙青黑的脸上 血污遍布 身体扭曲着 像是哪里断掉了 两条腿各走各的 看起来互相不熟的样子 我没什么心情幸灾乐祸 因为这货好像还记得 跟我的薪仇就恨 注意了呀 那小子来者不善 他要是敢动仪 你们知道该怎么办吧 虽说都是同窗 要团结友爱 但是 我的话还没说完 徐大龙已经扑了过来 一张嘴张得老大 暗红的牙齿间还残存着血肉 我捏紧了鼻子往后躲 太臭了 他嘴里比螺蛳粉还臭 护驾 护驾 我大声喊着 顺手把身边的丧尸扯过去挡着 徐大龙眼球都快瞪爆炸了 伸出爪子狠狠攥住我的胳膊 虽然变成丧尸面目猙獰 但我还是感受到了他的杀气 这孩子是真记仇 都变丧尸了 还没忘呢 幸亏他势单力薄 立刻被我的好袋们脱开了 我的衣服后 只被他抓得棉絮满天飞 没划破皮肉 徐大龙 我看你还是个孩子 不想跟你计较 你别得寸进尺 你别以为你跟你姐 搞的那些小动作 我都忘了 还想啃我 腿给你打断 本来还想带你吃鸡呢 你吃屁去吧 我一手掐着腰 一手捏着烤鸡翅 逃脱危险 木火中烧 操场上跑圈的丧尸们 听到了这边的动静 也纷纷围拢过来 他们保护依依的方式 依然是撞 反复撞 用力撞 轮流撞 直到徐大龙被撞得 呕出一口黑血 趴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其实单纯被徐大龙 搞点恶作剧的话 我也不至于生气 就算他变成丧尸想啃我 也算是失智常情 让我耿耿于怀的是 这孩子为了报复我 居然联合他姐背后搞事 徐大龙的姐姐 叫徐小凤 是个红娘 开了个什么家园相亲馆 这小子偷偷把我的信息 发给了他姐 于是前段时间 我接到了家园相亲馆的电话 徐红娘自称人间月老 说掐指一算 我姻缘花开红蓝星洞 说有缘人早已出现 硬是要我相看一番 我其实也不是铁了心不想结婚 只不过一直没遇见合适的 不想将就 从二十来岁 到现在四十多岁 从找对象 变成了找老伴 接到电话以后 我觉得对方盛情难却 就答应去看看 万万没想到 有缘人没出现 徐大龙跟他姐徐小凤 坐咖啡厅里等我呢 说是有缘人目前来不了 您猜怎么着 他们给我搞了个职务人当对象 还特么的说让我再等等 快醒了 我当时就气笑了 对着徐大龙伸了个大拇指 更可恨的是 回来以后 我去相亲的消息就传开了 徐小凤挂着家园相亲馆的牌牌 跟我在咖啡店聊天的照片 也被流传开来 不用说 都是徐大龙同学的手笔 见过不受教的孩子 我还真没见过徐大龙 这么旁门左道的 气得我逢人便说 我的相亲对象是徐大龙 这孩子不想努力了 想做一个小奶狗 但一坚定拒绝了 巧得很 我也有照片 相同场景里 徐大龙坐在我对面 笑得满脸开花 这图只是当时随便一拍 发给老闺蜜吐槽的 没想到 变成了徐大龙搬起来砸脚的石头 嗨 虽说这孩子 确实挺让人头疼的 但一毕竟是长辈 不会真的跟他计较 眼瞅着他被我的好蛋们 撞翻在地群殴 我还是动了恻隐之心 好了好了 别搞出人命了 虽然孩子们都变成了丧尸 可没准哪天 国家能研究出什么药物 给他们恢复回来呢 这个徐大龙 虽然一肚子坏水 但醉不至死 我赶紧邀和丧尸们停手 停了 但没完全停 大部分丧尸都散开了 只有一个同学 扔圆了胳膊 对着徐大龙一顿猛砸 我甚至能听到 骨头断裂的声音 停下停下 别打了 这孩子咋回事 杀红眼了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我赶紧凑过去 一看脸 郑同学 懂了 难怪他下手这么狠 上个月 郑同学追的小半年 才在一起的女朋友 被徐大龙两天挖了墙角 那晚 郑同学喝得醉醺醺 半夜三更 在我的值班室里 吐得一塌糊涂 一边哭 一边抱着我的胳膊 呜呜地骂 绿帽之仇 不共戴天 后来郑同学酒醒了 也没对徐大龙怎么着 只是闻到 我值班室的酒气很惭愧 把之前给女朋友 订的每周鲜花 都送给了我 现在郑同学 可算逮住机会了 大仇已报 看他的气出得差不多了 我才要和同学们 拉开了他 让他吃点亏 说不定以后能长点脑子 徐大龙费劲地 从地上爬起来 脸上猙獰的微风 已经不见了 走起路来 两条腿更加互不服气 看得我一阵腰疼 大概是看我在丧尸里 有着绝对的权威 他畏畏缩缩地 混在队伍里 不走了 于是 我的丧尸儿子们 每天的任务 就变成了 吃鸡睡觉 撞大龙 而我靠着食堂里 囤的菜 活得很滋润 每次出行 都有一大群 人高马大的丧尸 为我保驾护航 不但在校园里 可以大摇大摆 就算是走在马路上 我依然毫不畏惧 就算我浑身散发出 新鲜活仪的诱人味道 也没有丧尸感靠近 毕竟我身边 可是半栋男生宿舍楼 并且都是体育生 那身板 那海拔 那五粒植 谁敢与之争锋 虽然这群丧尸动不动 就化身愚蠢大猩猩 开始互撞 丧尸病毒爆发 已经过去了一周 我曾带着丧尸保镖们 搜寻了整个校园 所有的教室 办公室 会议室 甚至厕所 都已经看过 却没有发现 任何幸存的老师或同学 也曾经到体校外 看了两次 遍地湿海 满城血污 目之所及 除了丧尸还是丧尸 没有半点活人气息 目前 跟我一样 在这里狗下来的 好像只有后山的一个老头 他有个地窖 可以藏身 没脑子的丧尸 是翻不到的 我每隔三天 带丧尸们 去光顾一遍养鸡场 以至于 后来老头头 见到我就吹胡子瞪眼 却又敢怒不敢言 毕竟我的身后 可是丧尸联盟 虽然我一再叮嘱孩子们 下嘴不要太狠 留条鸡命继续造血 可鸡的数量 还是越来越少了 老头再也不给我 烤鸡池掰干着了 他还说他已经看透了 我就是个感情骗子 大哥 你这么说我太伤心了 你失去的不过是一群鸡 可我失去了我的爱情 后来再去养鸡场的时候 老头没再冲我翻白眼 他蹲在养鸡场角落里 背对着我 抱着一只公鸡 不会被我伤透了 变成可云了吧 我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老头缓慢地转过脸来 祸 老脸却轻 一嘴鸡毛 得了 被啃了 这下只有我一个活人了 老头浑浊的眼珠子 目光涣散 叮得我愣了半天 然后老头把鸡翅膀 生生撕下来 连毛带血地递到我面前 嘴里几里咕噜地说着什么 赶天动地 变丧尸了 还记得给我鸡翅 身情如丝啊 幸亏变丧尸了 不然我这个感情骗子 还要演戏 真是又累又惭愧 我如是重负地 带着丧尸大军饱餐一顿 然后照例让孩儿们操练了一番 吩咐他们回寝室打扫卫生 我也回到值班室里喝茶 这时 沉寂已久的手机 居然滴滴滴响得不停 网络通讯恢复了 铺天带地的新闻和讯息涌进来 快把我的手机震卡了 在病毒爆发的当天 政府已派出军队 进行清缴和搜救工作 安全基地也已经建立起来 所有能搜寻到的幸存者 都已经被接进去了 现在网络通讯已经恢复 幸存者可以拨打热线 请求救援 也可以上传定位 等待部队到来 我试了试 嗯 确实是热线 太热了 根本打不进去 这个定位系统也麻烦得很 看不懂 算了 反正 我现在有吃有喝有保镖 根本不慌 默默等待算了 这里是大学城 救援人员早晚会来营救 这些祖国的大猩猩们 我悠哉悠哉地打开某音 刷了回视频 顺便把自己带领丧尸儿子们 手机彻底死机了 肝 快乐短暂地停留了一下 又长久地失去了 我很郁闷 广场舞曲从最炫民族风 变成了冠不醉的寂寞 傻儿子们费力地学习新舞蹈 就在我05跳的满头大汗的时候 不对倒了 我觉得 他们的出场有些过于隆重了 十几辆大巴车上 下来了足足一个排的士兵 各个配备了防护服和匕首枪 他们神情严肃地 包围了我的广场舞队 看到我身后的丧尸们 扭动僵硬的躯体 纷纷瞪大了眼 举起了枪 我知道他们确实跳得不够美观 但也不必就地击毙吧 我赶紧停下来 把音乐暂停 围首那个军官模样地走过来 对我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身后的士兵们也随之敬礼 我活了四十多年 哪里受过这种级别的礼带 当即就想给对方磕一个 但你也是有排面的人 气势不能丢 于是一声令下 身后的丧尸好大耳门 纷纷学着我的样子 给他们敬了个五花八门的礼 我看这些军人的表情 可能也想给我磕一个 一番礼尚往来后 对方表明了来意 原来 我在某音发布的视频 已经火遍全国 体效出现了一个丧尸头子的消息 也很快传到高层耳中 国家已经对丧尸进行了反复研究 却找不到突破口 因为他们获得的丧尸 追根究底 不过是一句行尸走肉 毫无价值 可我手下的这一批 却保留了一丝本能 甚至能听懂指挥 他们连夜找出了我的位置 派出部队前来 希望我能配合 为中华之和平而努力 也就是说 为了早日钻研出疫苗 清除丧尸病毒 恢复社会秩序 他们想把我的好带们借走 带去研究所研究 怎么研究 他们会被解剖吗 我紧张地挡在他们身前 当然不会 只是想研究一下 他们跟普通丧尸的不同之处 或许能提取到某些物质 用于疫苗的研发 我文言放了心 本着中国人要帮中国人的原则 二话不说 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为了配合研究 我特意给这群丧尸们开了个会 记住 你们是新世纪高素质文明丧尸 一定要配合国家科研人员 不许乱啃 不许乱撞 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 都给我拿出体育生的精气神来 丧尸们嗯啦呜啦地回应着 听不懂 但很有面 为了保证科研工作顺利进行 我被一同接进了研究所 因为这群没脑子的大学生丧尸 目前只听我的话 我也不需要做什么 最多就是背着手 装模作样地训两句话 傻儿子们乖得很 具体怎么研究的我也不懂 我只知道 一周以后 疫苗就被研发出来了 为了回报大学生们的无私奉献 第一批疫苗 率先注射到了他们身上 完成了使命的孩子们 被送往军医院 又过了一周 他们体内的丧尸病毒被完全清除 虽然面容尚未完全恢复 但神志已经清晰了 可惜的是 他们对丧尸期间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也好 要是他们知道 曾经被我带到后山去喝鸡血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心理阴影 默示终于结束了 我以为我的高光时刻 已经迎来了尾声 没想到却刚刚开始 由于我的特殊贡献 我已经被载入史册 写进了教科书 成为丧尸时代的英雄伟人 我爷爷差点把族谱撕掉 从我开始写 体下教学楼里 挂上我的照片 我的身份由宿管阿姨 一跃成为荣誉校长 不过 在我的坚持下 我仍然坚持着难寝宿管 网友都夸我 谦逊慈爱 高风亮节 只有我自己知道 纯粹是没看购妇机 毕竟 不婚不遇就能做一群体育生的好妈妈 实在太像了